台北市警卓街深夜炮聲隆隆 上百人聚集在酒店外頭 往裡頭猛丟鞭炮和風炮 烤載酒杯引爆 示威警報 不知道車來車來就爆了 那不是爆炮 閃光彈 現場炮聲隆隆煙霧迷脈 炮風場景還讓附近民眾以為是拍電影 拍電影一樣啊 一大堆人這樣走過來這樣 一直都撞鐵門的啊 搭配民眾深夜聚集便利商店 隨後又來到酒店 一次為了債務問題包圍了這裡 酒店至今暫時沒有營業 一切起因3800萬的賭債 竹聯邦地北風6號晚間 先炸竹聯邦和風所為市的兩間酒店 7號11點多再度放炮 三間店家遭受搏擊 好像我五六升吧 以為是過年人家放煙土 不甘心所為市的酒店被炮轟 和風幾個小時後 也率重到地北風所為市的酒店 拿著鞭炮狂轟 雙方炮打對方 早在上個月25號 已經引爆新一波的衝突 被警方载到 氣焰還很高漲 兩派不同人馬的青少年 約在大家河濱公園進行談判 雙方超過上百人互嗆叫囂 談判破裂 警方互報還出動快打部隊 十個人以及八部車還有兩部計程車涉案 中山分局也掌握特定對象在追查中 警方到場有50多人一轟而散 兩幫人馬衝突炮轟一致發生 囂張行徑讓警方全力追忌 要找出這些姿勢分子 記者 留室為燕影台北 蔡芳報道